上海女子在自家小区救下一只奄奄一息的小奶狗 带回家里养了两个多月 没想到竟然招来了警察 警察上门后当场将小奶狗带走 该女子也险些吃牢饭 难道养只狗也犯法了吗 时间来到两年前 当时疫情在全国范围内蔓延 上海也不例外 好不容易形势有所缓解 居民们纷纷走出房门 在小区里透透气 胡女士就是在这时候发现的这只小奶狗 当时胡女士正在散步 突然在小区的花园里 听到了微弱的求救声 胡女士有着丰富的救助经验 她以前经常在小区里 投喂一些流浪猫 流浪狗 如果发现哪只流浪狗的身体状况非常差 或者受到严重伤害 胡女士还会将她带回家悉心照顾 她曾救助过不少小动物 对这微弱的叫声也非常熟悉 这应该是一只年纪上小的小奶狗 胡女士小心翼翼地走进草丛 避免惊扰到这只小狗 当她看到草丛后的画面后 胡女士不淡定了 这只小奶狗确实是刚出生不久 身上甚至还连着旗带 或许是她的母亲实在没有能力照顾这只小奶狗 这才将她抛弃在小区的花丛中 胡女士摸着她的身体 在慢慢变凉 如果再不进行救治 这只小奶狗恐怕很快就会死亡 胡女士将她带回了家 此时的小奶狗呼吸非常微弱 胡女士赶紧找来了电热毯 让小奶狗处于微暖的环境下 同时对她实施紧急救治 这才将这只小奶狗救了回来 好心的女士救回一只濒临死亡的小奶狗 却没想到这只小奶狗给自己带来了大麻烦 胡女士非常庆幸自己救助及时 这只小奶狗才脱离了生命危险 小奶狗能活下来实属不易 胡女士希望它能平安健康地长大 万事吉祥如意 于是给这只小奶狗取名为吉祥 以往胡女士救下这些小动物后 在保证它们已经脱离生命危险的情况下 就会为它们寻找主人或者直接放生 但吉祥的身体似乎非常虚弱 暂时只能养在家里 这段时间 胡女士给她买来了各种营养丰富的食物 给吉祥补充营养 吉祥也非常争气 身体不仅很快就恢复过来 生长速度还非常快 一开始 胡女士还为吉祥感到高兴 但没过多久 胡女士就发现事情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吉祥出现了脱皮和脱毛现象 胡女士对这些小动物比较了解 在她曾经救助过的流浪狗中 从来没有哪一只会出现这种现象 但胡女士当时并没有太在意 只以为吉祥这是从小身体就比较差 留下了后遗症 并没有往其他方面想 包括后来 不管给吉祥补充了多少营养 她的体型都没有再变大 胡女士也都没有怀疑她的身份 只想着吉祥能健康长大就好 但邻居们却不这么认为 胡女士偶尔也会带吉祥出门玩耍 毕竟这是一只小狗 需要出门活动 于是就带着吉祥在小区里散步 邻居们也是在这个时候发现了异常 上海女子在小区里救助了一只小奶狗 没想到竟给她带来了大麻烦 险些被送去吃牢饭 小狗都不能养了吗 吉祥小的时候和其他小狗没有什么区别 但随着吉祥一天天长大 邻居们慢慢发现 吉祥和其他小狗似乎有很大区别 她身上的花纹看起来不像是小狗 叫声也非常怪异 总之根本不像是正常小狗 邻居们都劝胡女士赶紧将她送走 吉祥万一是某种凶残的野生动物 那么邻居们的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 胡女士怕吉祥没有野外生存的能力 一直没有将她送走 有邻居直接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察看到吉祥的长相后也觉得奇怪 看起来确实像狗 但又不是纯正的狗 警方也无法确认吉祥的身份 于是将吉祥的照片发给了动物学专家 这才确认了她的身份 这是国家三级保护动物 和也是一种犬科动物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 胡女士不能继续饲养吉祥 一般情况下 遇到吉祥这样的情况 相关部门都是考虑训练 她的野外生存能力之后 再将她进行放生 但吉祥从小就生活在胡女士身边 甚至连门都没有出过几次 显然是不符合放生标准的 工作人员最终决定 将吉祥送往动物园中饲养 这样一来 胡女士也可以去动物园看望吉祥 在此还是要提醒大家 在野外遇到不熟悉的小动物 千万不要带回家饲养 胡女士因为有一定的救助经验 吉祥被她照顾得非常好 如果一不小心将保护动物养死了 那麻烦可就大了 X科普路征稿了